昨天有說甘肅大地震 甘肅大地震 我又不敢下標題 林家領這個也是黃標的問題 我們當然一般人當然不會捐錢 捐條毛 我現在是恭喜你 恭喜甘肅 多難興邦 多難興邦都要人肯捐才行 沒有人肯捐錢就輕條毛 共產黨怎麼都會找到人肯捐心口 這個標題寫得很過癮 甘肅地震 李嘉誠基金會捐兩千萬 應該是最大金主 中聯辦引述李嘉誠博盡勉力 專門說明是中聯辦引述李嘉誠 這是不是他獨家新聞 獨家新聞是否就是 找李嘉誠去開會 你過來西環坐坐 好嗎 現在金肅缺水 我們就沒有錢捐的了 我們就沒有錢賺的了 香港這邊 你這麼多年賺了國家不少便宜 好嗎 維略盡勉力好嗎 二千萬 這個一定要澄清 因為你說什麼 李嘉誠就是 找了國家不少便宜 這一樣東西 你反過來 現在連散投大學都 我也講過 早幾年 連散投大學都趕走李嘉誠 你說好便宜 反過來 如果你看看 李嘉誠在中國的投資 早上爛額 你知道 國家的盆障 不是我們看得懂的 總之他說 你找他好便宜 他就是好便宜 好嗎 說真的這一點就是 你也說了 李嘉誠既然在香港 日負肉隨真版上 你想不想像李宇軒那樣 李嘉誠 九十歲人 你想不想在那個 在那個 囚室裡面尖叫 好像李宇軒那樣 好難想像 真的 不用 二十四小時開著燈睡覺 你沒有槍的 你自己想想 是啊 好了 所以你為了 這個就是 我們經常見到 那些官款商 怎樣才會令到人肯捐錢 我問你為什麼要 你說嘛 怎麼都會丟幾些 丟一堆小銀子 不是啊 丟一堆小銀子也不夠的 沒有人捐錢 那一刻都無端端有 無厘頭有五個水 在那裡 哈哈哈哈 好像 喂 熱狗那樣子 喂 七一你都知道 人討厭 要我們拍回來的 他自己捐那五個水 自己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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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是當 釣魚 放點舌 哈哈哈哈 現在李嘉誠 他自己肯捐錢 這個就變成了 Benchmark 喂 李嘉誠首富都是捐兩千萬 但我要澄清一件事 我昨天都有說過 即是不少的大陸佬 即是一見到 甘肅的 特意為這個 鎮災開這個 籌款 微博帳號 大陸的那群網民自己都說 究竟這個是不是詐騙來的 跟著另外一群人就說 喂 大哥都快要農曆新年了 不要跟我搞這些事情 有很多假新聞 其實有些假新聞被捐了 譬如大陸網民說 這個是什麼 8.2級魚鎮 其實被捐了 我覺得不應該去捐 是吧 就任由他去講 即是他講的時候 原來真的8.2 那才是justify 為何死了這麼多人 無論如何 現在李嘉誠這個利 可以釣了多少魚出來呢 跟著還有 除了李嘉誠 這個就是 各界踴躍捐款 李嘉誠說 會略盡勉力 那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 這個易李嘉誠 捐兩千萬 馬會也有兩千萬 馬會 你想想 年頭才被陳茂波 做了個特別稅 25億 如果他不給 和成哥差不多的價碼的話 你想想明年 陳茂波寫財政預算 又會出現什麼特別稅 喂大哥 馬會很慘 馬會 連那些什麼 那些物立會 好聲音都要捐錢 馬會講到明 他條數一定要公開 因為他那個是個資銜幾家 那些保護費 那些保護費 即是又要交保護費 信和 信和 黃庭坊 捐二百萬 其實你等而下之就二百萬 李嘉誠捐二千萬 下面那些是捐二百萬 跟著 這個所謂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 聯儀會和友好協進會 友好協進會 就是幫忙做書記 即是幫忙做事 那個就是唐英年 唐英年 帶著一班 大春代 那班 好像李嘉誠那些 地產霸權 那些 分別都是捐兩百萬 一百萬 那這些就真是叫做捐條毛 真是算捐條毛 那跟著 鄭家 即是身地 那怎樣呢 鄭能量 鄭能量 這個字眼 其實是大 是匪語 即是怎樣 即是用普通話才明白 真 真能 真能量 即是這個鄭要用普通話 你才明白 它是食字 是食正能量的意思 剛才聽到你說鄭能量 是傻瓜 其實你現在捐完 你捐不捐都是傻瓜 來的 鄭陰文 這個人不懂 鄭陰文 是不是鄭氏 是不是 是雞鵬妹 雞鵬妹的 雞鵬妹的兒子 是字字頭的 鄭字蜜 鄭字蜜 那這個人是什麼 真的 是網球員 那些網球員 都是很慘的 你在大陸做運動員 那些是 鵬碎那些要抹鼻 這個 這個不是雞鵬妹的兒子 20萬 20萬 很重手 對於他來講 早排鄭家 才在說 改組 鄭字蜜 鄭字蜜 那些人 無端端 我都分不清誰 打誰 只是知道 不想剃鬍 那個叫鄭志剛 那個整個什麼 那個整個 埋完章房 這樣 現在 現在 那個傳人 是不是 好了 再看看 基金會 來講 這些要讀數 金肅聯誼會 捐十萬 公務聯會 三十萬 大哥 氣在心頭 輸這麼多 那些什麼 區議員 區議員 那些委任 那些 你都不給他的 所以捐三十萬 但是 反過來 我剛剛去檢查 葉劉 和民建聯 真的捐 毛都不捐 那些怎麼計算 荷君堯那些 毛都不捐 那些怎麼計算 成龍 表示了沒有 成龍 真的很糟糕 他自己 文川大地震 英成捐 十萬 然後走數 這些是最糟糕的 現在就趕快去檢查 成龍的微博 是嗎 現在你要扔心 你要找誰 你要找李嘉誠 其他的明星 明星有影響力 是嗎 明星會 學誰說的 學梁振英說的 是不是 生命影響生命 成龍的微博 沒什麼說的 當然不說 是嗎 找阿世龜 世龜的微博 說什麼 如果你這樣說 究竟那些 愛國藝人 如果你平時說 賺食藍那些 我是不會怎麼理的 但問題是 你成龍和世龜 做到這麼出面 怎麼都要查一查 曹永廉那些 那些 葉船那些 他現在帶貨 賺到很多錢 葉船 葉船 我剛剛才看完 要看一下 當然 梁振英 梁振英 梁振英也有影響力 梁振英 六八九師 剛剛從南沙灣回來 南沙灣回來 你一字不提 你怎麼搞錯 不是 有提 提黎智英 梁振英 大戰黎智英 不斷在追擊黎智英 甘肅大地震 你去了哪裡 你那些五歲小孩 怎麼看 他這些正式就是轉而視線 轉而視線 大哥 昨天才在說 外國 不可以只有港字 他現在說 針對公務員事務局 楊和培恩 因為現在 不斷叫人家 丟棄外國國籍 現在 問題是 你說外國一回事 原來你不是 然後 最後就是 他自己說 人敢驗人 如果我們這些部長 首長 部門首長 願意主動集體 退出外國國籍 示範 做些犧牲的話 外國主義教育 就有姿勢有實際了 真是說人家 真是好意思 說人家 即是說 李家超 旗下 李家超 門下的那些官員 只有港字 只有港字 有姿勢 而沒有實際 現在是說他們是 是吧 他們主要是很好笑 他講起 王國是否那些朋友 就是在立法會 先後兩任 公聯會的王國 針對兩任的廣播處處長 說他們是外國國籍 會不會檢討公務員的國籍要求 楊和培恩 他就說 基本法對公務員沒有國籍要求 修訂基本法 如果修訂的話可能涉及基本法 所以不應該改動 這個是說得通的 就是說 為何立法會議員要放棄外國國籍 這個就是你選立法會議員 其實裡面基本法是有規定的 是吧 但是公務員反而沒有 因為當年很多公務員有居英權 如果你一處理這件事的話 就很嚴重了 就不能夠順利過渡 就不能夠順利過渡 這個是很實際的考量 那時候就是覺得 你移動就很糟糕 所以這個是 楊和培恩就是很敏感 不能移動的 現在問題就是說 現在一國兩制正在變了 開始慢慢移動 我們就說 這個就是國安癌細胞 咬完泛民抗爭派之後 就去自咬 現在就是咬局長公務員 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由公務員宣誓 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那個定義要修改 開始是看到公務員一定要幹部化 此一時彼一時 總之就是 因為我們在說 所謂的回歸過25年的話 再加上國安法 你那班公務員 你已經不可以再有外國國籍了 你要全面忠誠 你要做幹部 既然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你會有BNO 這個我們昨天也說過 為什麼要移動外國國籍呢 這個又是 你揣摩得到 習老闆的心思 你就明白了 我們現在要懂得 代入習老闆怎麼帶 究竟現在習老闆這期怕什麼 習老闆這期 他現在開什麼飯 現在他開的飯 就是知爆之餘 就叫他很忌愛 很仇愛而忌愛 在國內 他立了這個 叫做 叫做 間諜法 反間諜法 香港一直都立不到 要立23條 其實就是要填補 反間諜法的漏洞 他現在就是要捉內鬼 在大陸他捉得很積極 我們說過 他中央最高層的官員 國防部部長都可以抓 秦剛都可以折磨至死 香港的公務員 香港的官員 竟然沒有他扶 大哥 怎麼受得住 你一定要去到更盡 你才叫他全面管治權 對不對 所以我懷疑 做政協 尤其是做政協副主席 就是要優習老闆之優 優習老闆之優 優習老闆 即是先習老闆之優而優 現在他就想這件事 幫習老闆思考 但是很好笑 這個問題是變回歷B 你跟別人說外國國政 你一家人 包括你老婆 老婆的名字叫什麼 你說阿龍蝦 阿龍蝦 阿龍蝦就是唐清怡 唐清怡他的英文名字 唐清怡的英文名字 就是一堆英文來的 我不懂的 其實真的是英文來的 那時候他還說 退休之後 原本就想回英國 其實他跟林鄭一樣 甚至是說梁振英的三個子女 CY1 CY2 CY3 這一班人 都是在英國讀書的 是 好啦 這些問題 如果你這樣說人的事 首先 你真是 這個什麼 黎嫂佬 什麼 過得到人才過得到自己 對吧 你說 部門首長的國籍 是嚴肅的政治問題 對吧 那特區政府 只要想 部門首長放棄外國國籍 這個辦法 隨手可得 那 例如 現在的首長就快退休了 那 局長就把副手找來 喂 你是不是想升級 你是不是想升級 是不是想坐正 我懷疑 這個是不是問過 楊潤雄 楊潤雄本身 是教育局副局長 之後就坐正了教育局局長 那 就當是楊潤雄 楊潤雄以前也沒有說有什麼外國國籍的 萬不驚異地問 聽說你有外國國籍 其實不用聽說 你自己本身要升級的時候 或者你在政府部門 就算不是說做局長 你普通做常秘這些 你都要做Vetting 你都要起底 不用聽說 不用這麼虛偽 相信這位副手 明天就會申請退出外國國籍 你又以為嗎 很難說 我就很懷疑 首席大法官 現在是誰 現在首席大法官 張舉能 如果他找下一任去接手 我想是未必那麼容易 當然啦 說不定 人家一家大大小小 一起扮手足 人家一家大小小 叫你快點退休 如果你有制裁風險的話 等於 我真的很懷疑 鄧炳強 如果找一個人 做繼任人的話 是否可以隨手可得呢 說得這麼容易呢 我們前日 找馮智政 就是說 現在是培養一班 有大陸背景的警察 鄧炳強那些 是不用怕的 蕭澤兒也不用怕的 反而就是 其他的文職公務員 接下來的EO 或者是想博星做AO 那些 你如果是當年 就是有個英權的後人 那你怎麼辦呢 那些就 好啦 所以其實這句說話 不成立的 你以為 你以為 以前值租 現在不值了 現在 我們不斷在社會上面宣傳愛國主義 青少年 學生 經常都用特首加人 你說那時候被人說 以及高級公務員的外國國籍做反駁 楊何佩欣這樣答 青少年心服 你這麼緊張青少年 你怎麼想的嗎 你現在是 人敢驗人 如果我們部門首長 願意主動 集體退出外國國籍 做些示範 怎樣犧牲 那有姿勢 有實際 你說起示範 都是一些 叫做政治姿態 我們都很記得 一件事 記不記得當年 梁君彥第一 16年 應該是圓蒙二郎一百年 就當立法會主席 當時 阿星哥那些都說 去查他的英國國籍 為什麼可以很快去放棄 那好了 那奉希權寫了一篇文 就 講講梁振英 他突然講過十三歲神童 十三歲神童怎麼來的呢 因為他想當年 2015年的時候 行花區 就有個五歲神童 就問他的土地房屋問題 那 這個人是匿名的 不知道是什麼人 你可以找十五歲 那我就找十三歲少年 行不行 這麼厲害 成班數 現在應該十三歲 現在就十三歲 八年過去了 問他 梁振英的建議 有沒有幫助完善愛國主義教育 好不可以令他心服 那你們十三歲少年 就說 梁振英的重點 實在是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就是這句 人敢驗人 做些示範犧牲 有姿勢有實際 最有姿勢有實際 即是說 李家超 搞的愛國主義教育 是沒有實際的 即是你的正面文章 反面讀 看了他寫的東西 我反而更加懷疑愛國主義教育 為什麼 梁振英說 如果特首家人 和高級公務員 有一個外國國籍的話 令青少年不服 那中國的領導人如何 早幾年 已經有人做了這張圖 就是中華移民共和國 習近平的女兒 美國籍 習近平的大姐 加拿大籍 二姐 就是澳洲籍 弟弟就是澳洲籍 大姐夫加拿大籍 二姐夫就是澳洲籍 我想問你梁振英 你現在是不是高級黑 你快點回答我 不回答我 我給你5秒時間 你快點回答我 沒有 你就是高級黑 你就是梁振英 你就是說習近平 你就是說習老闆虛偽 其實你繞一個大圈 就是說習老闆 搞愛國主義教育 就是沒有姿勢又沒有實際 你就是想這樣說 梁振英你這個混蛋 梁振英他下面還怎麼說 人敢染人 我們就要問他一個問題 成哥都捐了二千萬 你捐多少 你又捐了多少錢 人敢怨人 你不要說什麼 他們有錢 他們做地產霸權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姓鄭 鄭能量 那些羽毛球國手 人家也捐了二十萬 人家賺多少錢一年 我不認識的 我記得梁振英收了UGL五千萬 這五千萬 你會有多少錢出來 你現在賺了多少利息 我看看這個 鄭英文 一向來也有愛心 一向來也有愛心 楊振英很難說 嘩 他那時十七歲 看到這個 十七歲的時候 是民川大地震 已經捐一萬元 很喜歡捐錢 那時候是 嗯 那現在 甘肅 不斷地震 那些人已經很慘情 我看到 而且甘肅 現在很冷 日冬 有很多人 赤條條地震了出來 然後沒有衣服 你看 梁振英 會不會捐錢 人敢怨人 你真的沒有姿勢 又沒有實際 你不斷在那裡 就在那裡搞鬥爭 國家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就不知去了哪裡 你那間什麼 什麼子弟學校 謀人子弟學校 藍沙文森子弟學校 大哥 你真好意思 搜人家多少錢一年 十五萬一年 十二萬 十二萬一年 是啊 然後宿娜 宿委令計 早餐午餐令計 藍沙子弟學校 我給大家看一看 人家看完 說你在大陸謀利 你還要想想 近來梁振英 他出的那些 post 一講藍沙 還要說 要搞這個 遊學團 還要做多些 中港交流 你想想 幾大盆生意 喂 UGL 我當你 梁振英 你生意失敗 其他那些 全部死了 特首 你做特首 那四年的錢 全部已經花了 你放進去 這間學校裡面 我想你應該賺不少 喂 小學學費好 夠膽死收 人家 十萬元一年 初中十八萬八 你看看 然後又說自己是非謀利學校 這樣還叫非謀利 那你的錢去了哪 給了誰 你叫人家感染人 反而我覺得 我看到你這麼好運 你感染到我 又想回大陸 就搞你謀人子弟學校 人感染人 是一間學校非謀利 我要謀利 要跟學校非謀利 你自己謀利 我這樣都可以 你不要出來 你扔好過 你這個是最基本的 還沒計算 跟拔萃喇沙 結成子妹校 然後老屈別人 回去喝飲食 那些錢 很和味 蓋倫還好意思說 你說文川 你現在有捐 你是不是現在懺悔 現在是 文川當年 我記得 我們都叫身邊的人 不要捐 反而被人罵 很早 我那時候還在讀書 不是 我正在做事 起碼兩三年 都是十幾年前的事 那時候會被人罵 那時候我姐 坐在我後面 不但一定要捐錢 我就說 大哥 你捐給你貪官 他們說 他們知道 他們的說法 就是這麼多人監察 貪官不會做到這麼盡 結果就是做到很盡 你真是太過不認識共產黨了 太過不認識大陸的九官了 真是 所以你說這件事 梁振英所說 你說人敢驗人 現在所有名字都寫出來 習遠平 齊安安 說梅庫叫什麼名字都知道 齊喬喬 加拿大永久居民 那些什麼 大家姐 這樣說的話 不是全國青年人都不服習近平 我們香港的青年人是神童 你以為大陸人沒有神童 大陸人有很多神童 只不過現在大陸的神童 他們流行躺平的原因 他們拍抖音 是啊 那我說不好聽 躺平是連那些股票都不敢買的 快點報國安 梁振英這些 寶女士由內部攻破 就是現在梁振英這些人 在內部搞軟對抗 在內部裏面 在那裡指喪罵 這些真的叫做 你在那裡罵那些什麼 部門首長 部門首長有你這麼厲害嗎 是吧 有你可以起